哈利利亚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愿神祝福大家 下午跟大家分享的是 见证主的生活 一个配得见证主生活的人 一定是神教会的基督徒 一个配得过见证神生活的人 一定是神教会的基督徒 这个会跟他领受主救恩的感动有关 像保罗他这样做见证 是主先爱我为我舍己 所以他所有信主以后的生活动作 是那么样的忠心为主传讲福音 所以他信主之后的动作 都是这么忠心的为主传讲福音 如果我们也愿意成为神的儿女 而我们如果愿意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也是这样非常认真的 要来过一个见证主的生活 我们都是非常认真想过一个见证主的生活 除非我们还有许多不足的地方 除非我们还有许多不足的地方 所以就会常常用自己的想法来断是非 所以就会常常用自己的想法来判断是非 我们请看提摩泰前书第六章 在这里保罗教导这个年轻的传道人 提摩泰 在这里保罗教导年轻的传道人 提摩泰 你既然已经信主了 那你要过一个为真道大美好的仗的生活 你就要过着为真道打美好仗的生活 在真正的信仰生活里面 在真正的信仰生活里面 有时候很顺利 有时候很顺利 你会打败魔鬼 你会打败魔鬼 你会打败情欲 打败自己的罪恶 你会打败情欲 打败自己的仗恶 打败这个坏习惯的生活 或者是打败坏习惯的生活 但是有时候我们软弱 但有时候我们软弱 没办法打一场美战 没办法去打一场美战 所以留给自己一种难过 就会留给自己一种难过 为什么无法征战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为什么没办法去增添过一种得胜的生活 所以不单单要打美好的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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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也都说你要持定永生 因为有时候你顺利 因为有时候你顺利 有时候你遇到患乱 没有办法战胜 怎么办 这个时候你要坚持抓住耶稣基督这位神 有软弱患乱我要度过 有患乱软弱我要度过 所以我一定要抓住这位耶稣 所以我一定要抓住这位耶稣 不可以让我们的信仰 有丝毫的跟罪恶妥协 我就让步给魔鬼 或者是让步给魔鬼 所以打美好的仗中间 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要持定永生 持定神 所以打美好的仗中间 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要持定永生 因为生活齐齐落落 因为生活有起落有落 有高兴有难过 有高兴有难过 有顺利有阻碍的时候 那我们要打美好的信仰战争 然后要持定这位神永远不改变 然后要持定这位神永远不改变 世界会改变 但是这位耶稣基督永远不改变 那我们的生活表现就是要为他做一个美好的战争 而我们的生活表现就是要为他作美好的见证 这是保罗之间要离开人世间 对年轻的传道人这样做的一个勉励 这个是保罗即将要离开世界 对年轻传道人所作的面礼 福音要有人传承 能够接受这个工作 继续来为主的胜功发展 能够接受工作继续为胜功发展 真理也要有传承 真理也有传承 我们可以看到在座有很多年纪很大 七八十几岁 我们可以见到在座有年纪很大 七八十岁 如果我们听过香港教会起初历史 怎样传福音建立教会 这些人都在参与了 如果我们听到起初 真理也书教会怎样去建立 成立教会 这些人没有参与 今天我接了教会工作 教会才发展 不是这样的 不是说今天我接了教会工作 所以教会才发展 不是这样的 过去年轻也在为教会福音工作 打拼 有这些长辈在年轻的时候 都为福音工作而打拼 我们在打拼的时候 可能我们这一代人都还没出身 他们打拼的时候 可能我们这一代人还没出身 所以这是一个教会的传承 所以这是一个教会的传承 圣公要有人接 如果当时的那种困难 他们放弃 如果当时有困难 他们放弃 怎么会看到教会 越来越发展 而且越买越大 那我们怎样可以见到 教会越来越快展 越买越大 我听到长辈在讲 在质鱼冲那个教会很小 我听到长辈说 在质鱼冲的教会很小 几十个人就满满了 几十个人已经坐满了 大家要努力 为了见证主的恩典 为了见证主的恩典 大家很出力 大家就很出力 所以从那边才可以在这里买到这个地方 所以从那边才可以买到这个地方 有的人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才出身的 有的人在这个地方才出身的 其实现在大学毕业在外面社会上班了 过了几十年 现在大学毕业在社会上班了 所以你想想看 这个一代一代的传承是多么重要了 所以你看看这一代一代的传承是多么重要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主的生活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好好见证主的生活 由少数的人后来变成几百个人的信徒 由很少数人后来变成几百位的信徒 这个不简单 这个是不简单的 这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事 这个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完成的事 这个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完成的事 这个是要经过一段时间 这个是要经过一段时间 从这个地方又分出去教会 然后从这个地方再分出去教会 这是见证主的生活一个最好的表现 这个就是见证主的生活一个最好的表现 所以一个懂得感恩回报主恩典的人 所以一个懂得感恩回报主恩典的人 他就是要懂得过一个见证主的生活 他就是要懂得过一个见证主生活的人 我们受使信主 我们受使信主 我们所有的动作讲话都要对神负责 我们所有的动作讲法都要对神负责 如果我们自己随随便便 如果我们自己随随便便 我们就会失去了这个恩典福气 我们就会失去这个恩典福气 所以对主恩典的一种回报 也是一个基督徒的好表现 所以对主恩典的一种回报 也是基督徒的好表现 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 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 能够过一个见证主的生活 能够过一种见证主的生活 其实这是一个长大成熟的基督徒的表现 其实这是一个长大成熟基督徒的表现 所以有一个良好见证主的生活 所以有一个良好见证主的生活 就能够在祂的身上看出神美好的作为 就可以从祂的身上看出神美好的作为 甚至在祂的家庭里面 也能够荣耀主民 甚至在祂的家庭里面 都可以荣耀主民 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 去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 祂所做的事情 神喜欢 祂所做的事情 神都会喜欢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见证主的生活 来继续谈一谈 我们要如何来在这个生活里面 做美好的见证呢 我们要如何在这个生活里面 做一个美好的见证呢 我们只有常常领受领受 我们只是常常领受领受 我们有困难的时候 更喜欢更喜欢神求 我们有困难的时候 更加喜欢神求 神决绝你的困难 但当神解决你的困难 让你看到恩典力量帮助 让你看到恩典力量帮助 这个时候我们有没有对神回报 这个时候我们有没有对神回报呢 我们有没有感恩要立志过 一个见证主的生活呢 我们有没有感恩要立志过 一个见证主的生活呢 这是我们神对以色列百姓的 一个重要的要求 这个就是一个神对以色列百姓 一个重要的要求 也是对我们一个领受主救恩 懂得这样追求的人的一个方向 你都是对于我们领受主的救恩 懂得去追求神道理的方向 怎么样做才算是一个见证主的生活呢 那要怎样做才是一个见证主的生活呢 这是我们积极要谈的 这个就是我们积极要讲的 第一个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 第一个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 哥林多后书第四章 哥林多后书第四章 第四章我们来看一节二节 第四章我们来看一节二节 哥林多后书四章的一节二节 哥林多后书四章一节二节 第一节 我们既然梦怜悯受了这几分就不丧胆 乃将那些梦寐可此的事弃绝了 不行诡诈 不谋感神的道理 只将真理表明出来 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占于各人的良心 在这里保罗他这样做见证 在这里保罗在这里做见证 他说我们既然能够蒙怜悯 而且领受了这美好的职分 他们说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个的职分 在当时来讲美好的职分是什么 在当时来讲美好的职分是什么 就是讲教会的使徒也就是传道人 就是指着教会的使徒就是传道人 还有教会被案例的长老执事 还有在教会被案例的长老执事 也指着神给我们这个荣耀的儿女的身份 也都是指着神给我们这个荣耀儿女的身份 在当时来讲有这两个方向的看法 所以在当时来讲有这两个方向的看法 我们今天在经常教会里面 能够做神的荣耀儿女的身份 这是大恩典 我们今天能够在真理教会里面 作神荣耀儿女的身份 这个是大恩典 这里这样讲 一个懂得见证主生活的人 一个懂得见证主生活的人 他的一生 他的生活里面 就只有把神的真理给表明出来 他的一生里面 只会将神的道理去表明出来 在他的身上表明神的真理 在他的身上可以表明神的真理 所以我们今天做任何事 一定要按照神的话 去表明我们这个荣耀的身份 所以我们今天做什么事 都要去在我们身上表明神荣耀的身份 讨论事情 做任何事情 做任何事情 你要想一想 你要想一想 对得起神的道理 你真的是把真理显明出来吗 你是不是真的将道理显明出来 还是在背后失效 要来玩手段 还是你要在背后私底下玩手段 这样玩 你也会被神玩 这样玩 你也会被神玩 所以做神的基督徒 要光明正大 所以做神的基督徒 就要光明正大 我讨论这个人 我就想办法一个手段 把它弄掉 不要说我讨论这个人 就要用办法去将他整走 你在玩什么 你根本就是没有过一个见证主的生活 你根本就不是过一个见证主的生活 神有神美好的安排 神有神美好的安排 神常常利用敌人来攻打 以色列人 神利用敌人去攻打以色列人 敌人很坏 但是神用他做工具来教训 这个以色列人做坏事的人 但是神是用他们去攻击 这些做坏事的以色列人 其实什么时段 什么时期 都有各种的操练 其实在什么时段 什么时期都有各种的操练 但是我们自己本身 要过一个见证主的生活 但我们自己本身 就要过着见证主的生活 所以无论如何 我们领受这美好的职份 努力把真理给表明出来 所以无论如何 我们领受了这个美好的职份 就要努力将神的道理表明出来 勇敢面对我们所遭遇到的生活问题 也都要勇敢地去面对 我们生活所遭遇到的逃避 不要害怕也不要逃避 不要害怕也都不要逃避 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 这个18章的37节 我们看约翰福音18章37节 我们在这里看到 当彼拉多审判要定耶稣的罪 当彼拉多审判要定耶稣的罪 他就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他就问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他说我是 我就是为这个来到这世间 我就是为这个而来到这个世间 而且他特为真理做见证 而且特为真理作见证 耶稣一切的福音工作实际就是显明真理 所以耶稣所有的福音工作十架救恩都是显明真理 他都这样做 我们也要笑话他这样 把荣耀的神而你的身份 所以为了要做到这一点 所以为了要做到这一点 保罗特别讲到要注意四件事 我们再回过来看 我们再看回哥林多后书第四章 一节二节 一节二节 这里讲啊 一个基督徒要 只要将真理给表明出来 比如说一个基督徒将真理表明出来 过一个见证主的生活 过一种见证主的生活 有四点要注意 第一个 不要上胆 要勇敢 要勇敢 你问他站在真理的时候 有时候会得罪人的 你为了要站在真理里 有时候会得罪人 因为真理要表明立场 不是模糊的 因为真理是要表明立场 不是模糊的 对错就错 对错就错 我们不能因为某个人讲 就把真理给他转弯 我们不能因为某个人讲 而将真理转弯 像彼得犯错 保罗也直接跟他讲 你错了 好像彼得犯错 保罗也直接跟他讲 但是彼得年龄 彼得年纪大 站在一个年龄 彼得比较大 站在跟耶稣来学习 这个传道工作 彼得更早 他跟着耶稣学习道理 并不得更早 保罗就讲 但是错了 表罗就会讲 站在真理要有立场 等于是帮助他 让对方能够纠正 站在真理业立场 等于帮助他 让对方可以搞正 这个时候要勇敢 这个时候就要勇敢 耶稣 彼拉多问他 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彼拉多问耶稣 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我是 而且他说 我是给真理做见证的 而且他说 我是为真理作见证的 耶稣都这样做 耶稣都这样做 我们为什么害怕人 我们为什么害怕人 为什么害怕自己的需要 为什么害怕自己的需要 然后所谓的要圆滑 圆满 其实这样做 人就已经不老实了 然后所谓的要圆滑圆满 其实这样人就不老实了 你还要什么圆滑 你明明是错了 还要什么圆滑呢 但是真理你站得住脚吗 在真理里面 你可不可以站得稳脚呢 这个我们要特别留意 第二个说 第二个 要离开暗昧可耻的事 要离开暗昧可耻的事 有些事 你不要私下在那边讲讲 乱做 然后欺负神的儿女 这样不太好 有些事你不能在那里乱说 然后乱说 欺负神的儿女 更何况是领受职份的人 更加何况是领受职份的人 你看那个大卫王 你看那个大卫王 他当时 少罗王在他手上 可以杀掉他 他不敢动 他知道 少罗王也是神高立的 因为知道 少罗王都是神高立的 就像现在有很多 都是神立直的仆人 就好像现在有很多 神立式的仆人 要刑法 也是神要亲自对他刑法 要刑法 都是由神亲自去刑法 大卫尊重是神高立的少罗王 就算他做 神出面就好 但是大卫所尊重的就是神所高立的 曹罗王 由神亲自去懲罰 他有最重要的了解 他有这种的了解 为什么 他心中有神 因为他心里面有神 心中有神的真理 他心里面有神真理 所以他懂得只表明真理出来就好 所以他懂得只是表明真理出来就好了 看人情 而不是看人情 玩手段 玩手段 神的教会不能这样 神的教会不可以这样 今天的社会政治经济就是玩手段 今天的社会政治经济就是玩手段 谁厉害 谁更阴险狡猾 谁就站得住 谁更阴险狡猾 谁就站得住 政治家他们讲话更严谎 政治家他们讲话更严谎 如果一个国家里面有几个势力 你能够在里面生存 一定是讲话非常严谎 如果国家里面有几个势力 你可以在里面生存 你才不会被人家干掉 你才不会被人家去杀 你才会一直站在那个位置上 然后你才可以站在那个位置上 但是神的教会不是这样玩 但是神的教会不可以这样做 暗昧可耻的事一定要拒绝 暗昧可耻的事一定要拒绝 只照真理去行 只是按照真理去行 我们来看第三个要注意 我们来看第三个要注意 二者说不行诡诈 你只说不行诡诈 有一些人看起来很温柔 看起来好像不错 有些人看起来好像很温柔 他是经过了解之后发现很诡诈 但经过了解发现他原来很诡诈 这种人通常在人面前是笑一笑 但是在后面咬你 这种人通常在你面前笑一笑 打在后面就会咬你 你知道的时候会觉得 这个人怎么这么差 你知道之后会觉得 为什么这个人会这么差 所有都是很现实很自私的 他所有的想法都很现实很自私的 有时候这种情形会发生在家里面 有时候这种情形会发生在家里面 尤其是要分财产 尤其是要分财产 尤其是利益不均的时候 尤其是利益不均的时候 兄弟姐妹也会相差 但是神的家庭不是这样 但是神的家庭不是这样 不行诡诈 不行诡诈 要像觉主看见拿弹叶的时候 看出他心中没有诡诈 有时候耶稣看到拿弹叶的时候 看到他心里面没有诡诈 这种神才喜欢 这种神才会喜欢 一个见证主的生活的基督徒 一个见证主生活的基督徒 他的一心一意就是要将真理表明出来 他一心一意就要将神的道理表明出来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和学习 我不是别人讲一些话 我被迷惑 我听得很感动 我就跟他这样走 但在神的教会里面 不是有这种现象 他在神的教会里面 不可以有这种现象 我们再来看第四点 第四点说 不谬讲神的道理 要终心传讲圣经神的话 不要随便乱讲 我来达到某种利益 我想达到某种利益 然后让对方相信 然后就可以愚痴愚穷 然后就可以愚蠢 甚至有些教派不合圣经的 他们就贪财贪赦 甚至有些教派不符合圣经 就是贪财贪色 参加政治 然后政治利用他选票 然后政治利用他去选票 利用政治来批负 要得到他的一个宗教利益 他就利用政治去庇护 得到他的宗教利益 这样的教派 这样的人就容易把圣经神的道理 给传歪 传异端 这样的人就容易将神的道理 传歪传异端 因为他一开始 并不是要表明见证主的道理 因为他一开始 就不是要表明神的道理 如果我们圣经能够明白 要了解一个人 是很容易的 如果我们圣经能够明白 要了解一个人 其实很容易 因为圣经教导太多的事情了 所以要过一个见证主的生活 所以要过一个见证神的生活 一定要按照神的真理来走 一定要按照神的真理而行 这样才会做到一个一心一口来荣耀神 这样才可以做到一心一口来荣耀神 这个世界太复杂了 我们周围也有太多太复杂的人 我们周围也有很多很复杂的人 所以你没办法看到 他是一心和一个嘴巴 所以你没办法看到 他是不是一心一个嘴巴 有时候会不了解对方的心 他的嘴巴不诚实 他的嘴巴不诚实 所以会让人觉得相处很困难 所以会让人觉得相处很困难 但是在神的教会不是这样 但在神的教会不是这样 一心一口 为了荣耀神而行 一心一口为了荣耀神而行 几年前到美国帮忙的时候 认识一个慕道者 他是从匪迹来的一个黑人先生 他是从匪迹来的一位黑人先生 他能够偷渡到美国不简单 他能够偷渡去到美国不简单 他要离开他的太太孩子 所以他很痛苦 才找到我们教会 跟他谈的时候 你要认识这位主 说你要认识这位主 因为过去要偷渡身份合华 再把太太孩子接回来 因为过去要偷渡身份合法 才可以将太太孩子接过来 过去是这样 现在美国很严谨 过去是这样 但现在美国很严谨 听说已经抓了一万多人 听说已经抓了一万多人 偷渡的全部把他送回去 偷渡的全部把他送回去 这是我最近看到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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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难过 但是他很用心来到教会 但是他很用心的来到教会 所以有一次不到会往上 他得到宝贵的圣灵 在一次的报道会 晚上他得到宝贵的圣灵 他现在不难过 他现在不难过 把所有事交托主 他已经将所有事交托主 我离开了以后 我离开了之后 后来一段时间他受死 后来一段时间之后 他受死 这一次我又再去了 我遇到他 结果感谢主 结果感谢主 他成为一个很爱主 又懂得把福音真理表明的一个人 他成为了一个很爱主 又可以表明福音道理真理的人 他带了几个白人来信主 他就带了几个白人来信主 他有一个白人姐妹 有一个白人姐妹 他的 他已经六十几岁 他已经六十几岁了 爸爸妈妈过世了 爸爸妈妈已经过世了 他很难过 他很难过 这个弟兄 Sandy弟兄 就带他来我们教会 这个的Sandy弟兄 就带他来我们教会 他身高 这个姐妹身高比我高半个头 这个姐妹身高比我高半个头 但是体重 她自己说只有150公斤而已 但是体重 她自己说只有150公斤而已 哇 你孩子这样实在太胖太胖 女生这样实在是太胖了 所以她说她有糖尿病 所以她说她有糖尿病 我们坐在她家里谈的时候 我们坐在她家里谈的时候 她一直吃甜的东西 她一直在吃甜的东西 我们只有喝水就好 我们只是喝水 所以她受不了一定要吃 但是她受不了一定要吃 所以其实我看不应该只有150公斤 应该还更多 其实我看应该不止150公斤 可能更加多 她就讲这个Sandy 黑人弟兄是怎么带她来信主 她就讲这个黑人弟兄 怎样来带她信主 信得很真诚 她现在很真诚 我们看到这个弟兄 她的遭遇并不很顺利 我们看这个弟兄 她遭遇并不太顺利 她懂得信主之后 表明神的真理 但她懂得信主之后 表明主的真理 这个黑人弟兄 Sandy弟兄 很快乐 这个黑人弟兄 她真的很快乐 我以为 我们这边亚洲的人 比较会开幽默的话 原来她更会开 我以为亚洲人 才喜欢讲幽默的话 原来她都会 一进到那个姐妹家 一进到那个姐妹家 敲一下门 那个姐妹就说 哈利路亚欢迎你们来 那个姐妹就说 哈利路亚欢迎你们来 白人讲英文 是白人讲英文 她就马上说 对不起你是哪位 我不认识 她就说 对不起你是哪位 我不认识 那个姐妹笑一笑 也回答说 是啊 请问弟兄是谁 我也不认识你 那个姐妹都笑笑 是呀 但兄弟兄是谁 我不认识你 其实他们是很熟的 其实他们是很熟的 常常聚会相邀 然后一起搭车去 其实经常聚会相约 一起搭车去 到教会坐下 都坐在同一排 然后在教会 都是坐在同一排 一个很黑 一个很白 一个很黑 一个很白 但是我的感受是什么呢 但我的感受是什么呢 她把真理表明出来 带她来信主 她把真理表明出来 所以带她来信主 她有几个白人 也是这个先弟弟兄 带来的正正目大 还有几个大兄 母道朋友 都是她带来的 她的生活转化为一种力量 她的生活转化成一种力量 我就是要忠心的 把真理给表明出来 我就要忠心的 将道理表明出来 跟这种人在一起很好 跟这种人在一起很好 不会出卖人 她不会出卖人 你不会在背后玩手段 也不会在背后玩手段 说来说去 现在很多机关 都是会高心斗角 现在很多的机构 都会拷心斗角 在神的教会 千万不能这样 但在神的教会 千万不能这样 属灵的教会 属神的教会 凡事为了主的圣工 凡事为神的圣工 不是为自己的想法 和一点点的专业 而不是为自己的想法 或者一些的专业 然后就让其他人不能活 然后让其他人不可以活 不尊重其他人 不尊重其他人 这样就不好了 你在做一个 不是神要的动作 你做一个 不是神想要的动作 非常危险 我们要的是神同工 大家感动了 大家有感动了 才会有力去服事主 被真理所引导 有是非善恶的这种观念 然后感动就会奉献 并不是什么人 做什么教会工作 然后大家才奉献 不是的 不是什么人做教会工作 然后大家才奉献 圣灵的名证 是圣灵的名证 医病赶鬼 医病赶鬼 有神同工的能力 有神同工的能力 大家感动才会付出这些事奉 大家感动才会付出这种事奉 这个没有办法用钱来量的 这个是没有办法用钱来量的 你省的十块钱 二十块一百块 没有用的 只要神同工 把真理表明出来 我们就可以过一个见证主的生活 其实要做神的工作 很多的圣工经费是要花的 当然不能花的不要勉强乱花 当然不需要用的不要勉强乱用 要花的要花 没有经费你怎么培养人 像台湾这八十几年来 培养了一百多个传道 好像台湾八十几年来 培养了一百多个传道 这个都是由神经费来培养的 这些都要由事工经费来培养的 不然哪一个世界的国家 可以担负这个重任 能够传福应帮助更多国家的神功 不然哪个国家 哪个社会 可以担负这么重任的工作 去传人神的神功 就是台湾的教会有这个观念 就是台湾的教会有这种观念 培养一个传道要四年 培养一个传道要四年 四年一个人要花多少 四年一个人要用多少 培养了一百多个 你看要花多少 而且培养了一百多个 你看要花多少 如果教会没有这种认知 如果教会没有这种认知 怎么样面对今天的世界 福音工厂 要怎么去面对今天福音的工作 所以要弄清楚 神同工 就是要把真理表明在里面 这就是神的工作 我不是个人的手法 在那边弄什么 而不是用个人的手法 在那里做些什么 你的手法 不代表就是神的工作 你的手法 不代表是神的工作 重点是主同工 重点是主同工 真理被见证出来 真理被见证出来 福音被花扎 福音被发展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我们再来看第二点 我们再来看第二点 请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 请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 第六章请看第四节 第六章请看第四节 六章的第四节 六章第四节 第四节 反倒在各样的事上 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 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要在任何的事情上面 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 神的仆人 我们要在任何的事情上面 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 神的仆人 不管今天我们在社会上 有什么样的成就 无论今天我们在社会上 有任何的成就 或者我们在教会 得到什么样的职份 或者我们在教会 得到什么的职份 或者被安排什么工作 或者被安排什么工作 你要让众人看出 你是神的仆人 你是要被人看到 你是神的仆人 我不是高高在上 而不是高高在上 爱与不理 爱与不理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那些都是其他教派的做法 为了要明 为了要明 他只要奉献很多 马上就被立场了 他只要奉献很多 马上会被立场了 为了要地位 为了要地位 他只要附和 这些人的开会的做法 他就有地位 他只要符合 这些开会的人的做法 他就有地位 为了要利益 假借宗教的立场 来得到个人的利益好处 假借宗教的立场 他得到个人的利益好处 这些都不对了 这些都是不对的 这些都不是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仆人 这些都不是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仆人 在任何事情要表明是神的仆人 归纳他这里面所讲的提出几点 第三节这里说 我们凡事不要叫人有妨碍 因为你的讲话 让人家信仰跌倒 因为你的讲话 让人信仰跌倒 因为你的骄傲 不利人 让人家心灵受伤 因为你叫我不理人 让人心灵受伤 你就是叫人妨碍 你就是这样叫人妨碍 那你站在这个位置上面 你的职份 会被人批评 那你站在这个职份上面 你的职份就会被人批评 人批评 神也不愿意同工 人批评 神也不愿意同工 所以这一点要注意 我们既然是神的用人 我们要配得这个职份 我们既然是神的用人 我们要配得这个职份 你站在这个工作岗位上 就是要像神的仆人这样忠心忽心 你站在这个工作岗位上 就好像神的仆人 没有想到自己 没有想到自己 我就想到这件事 我参与 我帮忙 会有什么样的好的胜功发展 而是想到这件事 我参与 我帮忙 会有什么样的胜功发展 我们再来看四节 我们再来看四节 下半段 一直到六节 一直到六节 这里说 在许多的忍耐 怀难 一直讲下去 然后六节说 连结知识 然后六节说 连结知识 恒人恩慈 圣灵的感动 无畏的爱心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 这些都是在任何环境下 要建立的 属灵的好品德 我们再来看第七节 爱心真实的道理 是要爱惜真实的道理 神的大能 神的大能 人意的兵器在左右 人意的兵器在左右 人意的兵器是什么 人意的兵器是什么呢 就是爱心 就是爱心 爱心很重要 这个爱心很重要 如果你做神的仆人 如果你做神的仆人 你让人感觉没有爱心 你让人感觉到没有爱心 小气 自私自利 都没有想到那个仆人的辛苦 都没有想到仆人的辛苦 没有办法站在同一线上 一起来为主服事 没有办法站在同一线上 一起为主服事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一个信徒生病 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一个信徒生病了 我们不要选择 我们不要选择 我们要帮他代表 我们要帮他投稿 你不要因为他贫穷 然后你不去看 你不要因为他贫穷 不去看他 然后这个生病的有钱 哎呀 半夜也都会跑去看 而这个病了 有钱的半夜都走去看他 那你这种爱心有问题 那这种爱心就有问题了 爱心要实在 爱心要实在 这里需要站在真实的道理上面 这里说要站在真实的道理上面 才能够选出神的大能来 才能够选出神的大能力 这才是仁义真理的兵器 这个才是仁义真理的兵器 所以这里讲仁义其实就讲真理 所以这里讲仁义其实就是讲真理 兵器是什么 圣经总纲就是爱 圣经的总纲就是爱 我们要抓住机会 我们要抓住机会 要真的站在真实的道理上面 显出仁义爱的一种兵器 要真的站在真实的道理上面 显出仁义的兵器 你才能吃苦 你才能够配得成为神的仆人 你才能够配得成为神的用人 我不是先考虑自己 最后剩下甚至没有时间才来说 主啊你用我在哪里 不要考虑自己最后没有剩下 才说主啊你用我是哪里 这个要弄清楚 这个要弄清楚 我们再来看八节到十节 我们再来看八节九节 这里说荣耀羞辱恶名美名 这里说到荣耀羞辱恶名美名 似乎是诱惑人的 却是诚实的 九节 似乎不为人所知 却是人都知道 似乎不为人所知 却是人都知道 似乎要死却是活着 似乎要死却是活着 似乎受责却是不至丧命 似乎忧却是常常快乐 似乎忧却是常常快乐 似乎却是教许多人富足 似乎贫穷 似乎义务所有 确实样样都有 八节到十节里面 就谈到了保罗说的 主的恩典够用 就讲到保罗所讲的主的恩典够用 在台湾因为有一百多个传达 在台湾因为有百多个传途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以前有很多都是在社会上 生活不错 薪水很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当中有很多在生活上都是不错的 人工都高 学力也都很好 最近有一个硕士博士毕业 来考神学院的很多 当传道你会过去世界的那种荣华 那种很多会离开 做传道的过去世界的荣华 很多会离开 但是就是一个心智 为了要服侍主 所以他宁愿放弃这些 所以这个动作就表明是神的仆人用人 所以有很多要用灵里面的一种感动 圣经的道理的角度来看任何事情 所以很多要用灵里面的感动 圣经里面的角度去看那件事情 神不同功 神不同功 神不认同你这个仆人 神不认同你这个仆人 你就算在拥有很多钱 你能叫一个人得胜你吗 你就算拥有很多钱 你能让换鬼的走出吗 你能不能让犯鬼的走出来呢 都没办法的 而是要在乎 因为你是神的用人 神与你同工 而是要在乎神的用人 神与你同工 所以这一点要弄清楚 不是用外在的条件 来衡量神国的事 不是用外在的条件 去衡量神国的事 我们只能拿好的方法来做 能够帮助圣工更好 这样而已 我们只能拿好的方法 去帮助圣工更加好 这一切并不是永恒的真理 但外面的这一切 并不是永恒的真理 现在适用过一段时间 可能不适用 现在适用 可能过一段时间 就不适用 现在你被主用 现在你被主用 但是你懒散 但是你懒散 神不认你这个仆人 神就不认你这个仆人 所以在任何事上都要表明 你是神的用人 要做到这一点真的不容易 要做到这一点真的不容易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留下好榜样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留下好榜样 他是全能的主 他是全能的主 他到处医病讲鬼 然后又体恤 软弱的人 生病的人 罪恶的人 但是仍然有人不信他 还是有人唾弃他 仍然有人唾弃他 甚至有的人还欺负他 甚至有人还欺负他 所以耶稣这样说 所以耶稣这样说 有时候先知 在自己的家乡人不尊重 有时候先知 在自己的家乡都不被尊重 因为人用人的看法 因为人用人的看法 小看了这位主耶稣 小看了这位主耶稣 不知道那个生命价值的意义 得罪的意义 他用外面的条件来量他 甚至用财富的多少来量他 他来传讲福音 最后被钉在十字架 最后被钉死十字架 他让每个人都有机会来得救 这个比世界 所有的金银财宝都还宝贵的 除非你根本不认识他 你还不在他的恩典里面 你还不在他的恩典里面 你走不开 走不进去这样的一个真正的信仰观念里面 所以你就走入不去这个真正正确的信仰观念里面 我们在为主服事 你才会发现很多人的这种信仰状态 你才可以知道很多人的信仰状态 最近有一个信徒说 他觉得做信仰很累 他觉得做信仰很累 才知道要排工作不容易 才知道原来排工作不容易 有的人说我忙 我上班 不要排我接待 你找别人 你找别人 很多人很会讲 但是要排就不容易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不能灰心 我们在凡事上要表明是神的用人 是神的仆人 是神的仆人 没有人接没有关系 没有人接不重要 我们自己来接 我们自己来接 真的不能也没有关系 你的心已经尽本分了 你的心已经尽本分了 那些不太投入就在那边出嘴巴的 那些不投入 只在那边去讲话的神都知道 所以很多圣工不简单 当你去做了你才发现 当你去做了你才会发现 原来别人做了之后 我应该要去配合 原来别人做了之后 我要去配合 那轮到我做的时候 别人会跟我配合 那轮到我做的时候 别人都会跟我们配合 这是一种学习 这个是一种学习 真的做神的仆人工人不容易 真的做神的仆人工人不容易 我们常常在很多地方 都要做开拓步道 我们常常在很多地方 要做开拓步道 我们这里就比较少 我们这里就比较少 当开拓步道的时候 当开拓步道的时候 我们一天有需要走两三个部落 有时候我们一天要走两三个部落 光发传单就要五六千人 只是发传单已经要去五六千人 你会发现有的人接受 你会发现有的人会接受 有的人会反对 有的人会骂你 有的人会骂你 什么态度都有 什么态度都有 但是这个时候你要灰心 但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要灰心 我既然选择做神的仆人工人 我既然选择做神的仆人工人 不会灰心 还是要做下去 仍然会做下去 任何环境都要能够吃这种不同的滋味 任何环境都要去尽这个不同的滋味 这样神才会同工的 这样神才会同工的 什么都怕 什么都怕 不愿意做 出嘴巴 就是出嘴巴 没有用的 是没有用的 你说你是基督徒神不认 你说你是基督徒神不认 你没有表明你在什么立场上是神的用人 我在美东 我在美东 真的看到一个姐妹 真的见到一个姐妹 她身上有双硕士的学位 她身上有双学士的职位 她在一家公司上班 她在一家公司上班 薪水很高 但是她买一部那个Van 但是她买了一部Van 修理车 是怎么样知道吗 是怎么样 礼拜六早上 她就去接那个比较远的 交通不变的 老的 甚至木道者 全部装在她那个乡心车里面 她到教会要翻译 去到教会又要翻译 有时候要做一些行政工作 有时候要做一些行政的工作 校聚会完 下午聚会完 五点都离开 五点多离开 她又再分别去送这些人 她又再分别去送这些人回去 我就问她 这个是教会规定你这样做吗 我就问她 这个是不是教会规定你这样做呢 她说不是 是我自己愿意 是我自己愿意 我敢念神对我的爱 我愿意这样做 我愿意这样做 感谢主 那个教会有好几个这种人 那个教会有好几个这样的人 难怪福音圣功兴旺 难怪福音圣功兴旺 在任何事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 在任何事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 无论如何摆开自己的困难 参加聚会参加圣功 无论如何摆开自己的困难 参加聚会参加圣功 这个配得称为神的用人 这个真的配得称为神的用人 她也带来很多人来信主 她也带来很多人来信主 这个年轻姐妹真的很难得 这个年轻姐妹真的很难得 年纪不大就有这种心志 做主的用人扑人 做主的用人扑人 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七章 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七章 第七章请看十一节 哥林多后书七章十一节 十一节 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优秀 从此就伸出何等的恩勤 自恕 自恨 恐惧 想念 热心 杂伐 在这一切事上 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 这里保罗说 你们依着神的意思 也就是伸出一个悔改的事 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就是伸出悔改的心 然后检讨自己有勤劳吗 然后检讨自己有没有勤劳呢 检讨自己在神面前热心吗 检讨自己在神的面前热心吗 真的站在这个工作岗位上 有为主服侍到底吗 是不是真的有 站在这个工作岗位上 为主服务 服侍到底 接受神的救恩 荣耀儿女的身份 真的有服侍主吗 接受荣耀的身份 去接受神的救恩 是不是真的有服侍主呢 这里教导我们要认真努力去做改正 然后十一节最后一句话说 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 然后十一节最后一句话 你们表明自己都是洁净的 今天既然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在凡事上面都要表明是圣洁的 我们在凡事上都要表明是圣洁的 跟人之间相处也要圣洁 跟人之间相处也要圣洁 你做事也要圣洁 你重视也要圣洁 你的信仰也要圣洁 你的信仰也要圣洁 你的所有动作出发点都是圣洁的 你稍微没有这样做 其实属灵道理熟悉 属灵经验好的人一看就知道 你稍微没有这样做 其实属灵经验多的人就会知道 神更加知道 圣经里面耶稣这样要求 在圣经里面耶稣这样要求 你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一样 神对以色列百姓也是要求圣洁 神对以色列百姓都是要求圣洁 因为圣洁就是神的旨意 因为圣洁是神的旨意 对祂的耳里的一种要求 是对祂儿女的一种要求 我们怎么可以不圣洁怎么服事呢 我们怎么可以不圣洁怎么服事呢 过一个见证主的生活 是要过一个见证主的生活 一定要懂得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就一定要懂得过一种圣洁的生活 我们请看《帖撒罗尼加前书》 我们请看《帖撒罗尼加前书》 《帖撒罗尼加前书》第四章的第三节 《帖撒罗尼加前书》第四章第三节 念到第五节 看到第五节 在这里告诉我们 圣经神的话讲得很清楚 圣经神的话讲得很清楚 神的旨意要求对祂儿女 就是要成为圣洁远辟运行 神对祂儿女的要求就是要成为圣洁远辟运行 所以我们在每一个各样的事情 都要表明自己是属神的人 是洁净的 所以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 都要表明我们是属神的人 是洁净的 我们在享受娱乐旅游的时候 也要注意要圣洁 我们在享受娱乐旅游的时候 也要注意圣洁 你不要在快乐的时候 失去了一个信徒的体统 信徒的一个生活原则 你不要在快乐时候 失去信徒的体统 与圣洁神会祝福 你圣洁神会祝福 这一次在美国也是碰到一个见证 今次在美国也都遇到一个见证 有一个青年他是在芝加哥这边长大 有一个青年他在芝加哥这个地方长大 然后在那边当兵 然后在那边当兵 很不巧他抽到过几天就要到伊拉克 但是不错的 抽到过几天就要去伊拉克 你当军人去伊拉克很容易被杀掉 你做军人去伊拉克很容易被人杀死 所以那一个礼拜被放假 所以那个礼拜就可以放假 放假完就要派到伊拉克去了 然后放假完之后就派到伊拉克 一个年轻人就没有笑容 他想到他的过去 学生时代很不听话 让他的祖母非常难过 刚好他的祖母在这间教会 那刚好他的祖母在这间教会 我也去那边帮忙林荣部教会 我也去那边帮忙林荣部教会 他祖母我认识 他祖母我认识 我看见他好几次 我见过他好几次 他就叫他这个孙子说你来 他就叫他这个孙子说你来 你信仰不坚固 你的信仰不坚固 你现在要到伊拉克危险 你现在要去伊拉克危险 祖母也不能帮助你 祖母也都不可以帮到你 你来参加林荣部教会 你来参加林荣部教会 结果在他们家做家庭聚会的时候 结果去到他们家做家庭聚会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年轻人没有圣灵 我发现这个年轻人没有圣灵 然后聚会完 然后聚会完 大家在吃点心 大家在吃点心 那我特别跟他谈一谈 我就特别跟他谈一谈 他说传道有一段时间我心位不好 他说传道有一段时间我行为不好 所以圣灵就离开我 我已经很久没有来教会了 我说你向神悔改 我说你向神悔改 我再祷告神 你再祷告神 求神帮助你 求神帮助 而且你要去伊拉克 而且你要去伊拉克 你现在心情怎么样 好紧张 好紧张 所以我特别放假 不去哪里找朋友玩 找祖母一起参加领会 所以放假 我不找朋友去玩 特意找祖母去 我要好好看祖母 说不定我一去我就死在伊拉克 我要好好看着祖母 我说不定我一去伊拉克 我就死在那里 在她的人生成长里面 祖母对她的关照最多 在她的人生生长里面 祖母对她的关照最多 那这个时候她开始想 这个时候她开始想 我应该要洁净行为 我应该要求神同工 我应该要求神同工 我要表明我是神的基督徒 我要表明我是神的基督徒 我要一个见证主的生活 去过着见证神的生活 他这样告诉我 在伊拉克有很多地方 你连开车 经过那一段路都不行 有恐怖分子在那里打死你 是啊 有些路 你连开车那里都会很危险 要坐直升机到你的基地去 所以要坐直升机去到他的基地 很可怕的 我说你不用担心 你祷告神 求神帮助你 结果在布道会求圣灵的时候 第一天晚上她来参加 那一晚她痛哭祷告神 那一晚她就痛哭祷告神 我现在去伊拉克 能不能回来不知道 我现在去伊拉克 可不可以回来我不知道 要派去进驻两三年 我随时会死 祷告哭祷告主啊你帮助我 她就通过哭 求主你帮助我 所以我过去行为不太好 所以我过去行为不太好 感觉上自己又不接近 有些感觉到自己是不结智的 祝你赦免我 求你的命我 求你的命我 求你的灵脸我 在这个时候一按手 她就得到宝贵的圣灵了 那些时候一按手 她就得到保贵的圣灵了 祷告完一宣布得圣灵了 祷告一宣布得圣灵了 祷母在会堂里面抱在一起哭 祖母就跟祂在会同里抱着 祖母就说感谢主 祖母就一直说感谢主 祖父一定会帮助你 你的行为会干净 你全部交给主啊你的生命 你全部交给主啊你的生命啊 你有钱可以改变这种人吗 你有钱可以改变这种人吗 你跟他说我给你十万港币你改变行为有办法吗 你跟他说我给你十万港币你改变行为有办法吗 有办法结晶吗 是没有办法的 只有过一个正正主的生活才有办法 只有过一个见证主的生活才有办法 感谢主 感谢主 他从得圣灵以后整个人就变了 他从得圣灵以后整个人都变了 在美国领恩布道会啊 他们是联系三天 他们从礼拜二晚上开始布道会 他们啊美国那边从礼拜五开始是 五六日啊 他是从八点半开始一个小时上一堂 那五六日他们从八点开始一个 中间都休息十分钟 他们中间休息十分钟 你看一天几堂一直到晚上 你看一天几堂一直到晚上 我们去协助的讲个不停啊 所以我们去协助的都是讲个不停的 那我们这里的领恩布道会时间就非常非常的松 我们在这里的领恩布道会时间就比较松 这个没有关系 这个不要紧 但是大家用心来 只要大家用心 带着一个洁净的心来啊 大家带着一份洁净的心来啊 你在神面前有多么洁净 你知道神知道 哇感谢主他真的被神的道理改变 有圣灵的帮助 有圣灵的帮助 他就洁净自己 所以他说 我现在感到非常有力量 所以他说我现在感到非常有力量 领恩布道会结束我就飞去伊拉克 特别跟我说传道你帮我祷告 我说会 你能去那边不简单 你能够去那边不简单 不是每一个军人都能去 但是你要平安回来 你要求神帮助 但你要平安回来 你就要求神帮助 他把最重要的假期放到教会来 結果神给他恩典 让他得到圣灵 让他得到力量 开始洁净自己 反省自己的不对 然后让他有力量去反省自己的不对 这是一个见证主的生活 这个就是见证主的生活 第四个 见证主的生活 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15章 哥林多前书15章 请看五十八节 请看五十八节 哥林多前书15章五十八节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没有要坚固 不可遥动 尚尚揭力 多作主公 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 在主女不是徒然的 一个见证主的基督徒 一个见证主的基督徒 他会有一个现象就是多作主公 他会有一个现象就是多作主公 不是多多在家里享福 那是世上的生活 那是世上的生活 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他懂得来关心神国的事 他懂得来为神国的事代祷 他懂得去为神国的事代祷 如果有力量 他也会多多作主公 而不是我高兴 我就选择什么时间来聚会 而不是说我高兴 我就选择什么时间来聚会 我不高兴 我想多赚一点钱 我就尽量很久不来聚会 我不高兴 想赚多些钱 我就很久不来聚会 这种信仰是被动的 这种信仰就是被动的 而且是属世界的 一个真正过一个见证主的生活的人 一个真正过见证主的生活的人 想办法突破自己的困难 他就会想办法突破自己的困难 安排好跟神见面的时间 他安排好跟神见面的时间 甚至为主工作的时间 甚至为主作公的时间 懂得多作主公 不但经过自己 还能够认证主耶稣基督 这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所以我们透过四个方面 来谈理谈论 怎样过一个认证主的生活 在美东的一个教会 在美东的一个教会 有五个弟兄 有五个弟兄 他们当中有人是博士毕业或硕士毕业 他们因为没有圣灵 所以每次祷告都很痛苦 所以每一次祷告都很痛苦 只要超过三分钟 那个脚就痠了 只要超过三分钟 那只脚就开始传软了 每一次要祷告的时候 他们都会选择到出行去帮忙 所以每一次祷告他们 就选择到厨房帮忙 他们五个也特别很会炒菜 他们五个人特别很会炒菜 这一次灵恩不道会就不同了 但这一次灵恩不道会就不同了 他们听到道理的感动 他们听到道理的感动 觉得没有神的圣灵不行 觉得没有神的道理不得 所以就努力求 结果有一个人 他那一次就没有在出行工作 结果有一个人 他那一次就不再在厨房工作 他是那个美国最大的IBM总公司的一个经理 他是美国最大公司IBM的一个经理 是负责美东这一部分 是负责美东这一部分 最近因为要设 要移一些厂房到大陆 最近因为要移厂房去大陆 所以他很光荣的退休 所以他就很光荣的退休 神给他的很多 神给他的很多 他就想 我再祷告看看 几十年我都没有认真求 他就说我再祷告旗下 几十年都没有认真地求 他那一次的祷告他用心 结果那一次祷告他用心 他们也做了很多主的工 他们也做了很多主的工 得到宝贵的圣灵 就得到宝贵的圣灵 一得到另外四个难兄难弟 糟糕紧张 那一得到那四个难兄难弟 就开始紧张 我们五个常常都在一起玩 一起在厨房工作 但是社会都很有地位 他们在社会都很有地位 是管理很多人 一个得圣灵 另外四个都不讲话 一个得圣灵 另外四个都不讲话 然后每次祷告都到里面参加祷告 然后每一次祷告都会入到里面参加祷告 他就破命了 第二天两个得了 第三天一个得了 第三天一个得了 最后一天要准备圣餐礼 剩下一个没有得了 他是白头华 剩下一个没有得了 他是白头华 糟糕了 那四个都得了 我没得了 那四个都得了 我以后我没有办法 跟他们在一起做圣灵 不好意思 以后我没有办法 跟他们一起做圣灵 不好意思 他想我也要求神帮助 所以说我都要求神帮助 圣餐礼的最后祷告 所以就是圣餐礼最后祷告的时候 那几个难兄难弟 得圣灵的没有笑他 反而帮助他祷告 那几个难兄难弟就没有笑他 反而帮他祷告 真的是哭 这几个人得圣灵真是用哭的 最后圣餐礼祷告完毕 最后圣餐礼祷告完了 唯一一个人得圣灵 就是那个难兄难弟拜托华 唯一一个得圣灵就是那个白头华的人 哇 感谢主 感谢主 五个人都得圣灵 五个人都得圣灵 我昨天才收到他们 那几个难兄难弟先生太太 写一个卡片 又签名给我 在主里面看到一个见证主的生活 在主里面见到一个见证主的生活 这个才是实在的 如果夫妻相处 左眼点一直放在那个钱的上面 你们怎么生活 如果夫妻生活 着眼点都在钱上面怎么生活 要放在主的恩典里面生活 要放在主的恩典里面生活 在主的圣灵的工作里面生活 要在我们的生命灵魂得救上面来共同生活 要在我们的生命灵魂得救上去共同生活 才会快乐 才会蒙主选择 才会蒙主的选择 才会见证主的荣美 才可以见证主的荣美 所以我们谈到这里 想想看 我们想想 正正主的生活 是你我大家最重要的 这种生活的建立和学习的 愿神祝福大家 唱诗 134首 唱第一节跟最后一节